留下大量清理现场的痕迹 只能说明 凶手心理素质过命 且具备超出常人的反侦察能力 从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 死者死后有被拖这儿的痕迹 应该是凶手为了干扰我们侦察 故意制造的混乱信息 从现场散落痕迹的分布来看 凶手的活动范围 主要集中在车辆委部局 也就是说 凶手杀完人之后 并没有匆忙逃离现场 反倒在现场进行了长时间的斗路 很有可能是个冠犯 不要预判 留下大量清理现场的痕迹 只能说明凶手心理素质过命 且具备超出常人的反侦察能力 车达尾部仍残留着剧队打斗的痕迹 然后冲突升级 激情杀人 不会 你还忘了一个关键线索 猪肉 没错 凶手不但仔细清理过现场痕迹 甚至还准备了破坏现场的道具 所以说 这是一起精心筹划过的谋杀案 不过你也说对了一点 什么 从凶手的行动轨迹来看 凶手和死者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生冲突 而是进行了类似交易的行为 且行动痕迹清晰 比如这几个烟头 是大马在等人的时候留下来的 而且等了很久 二人先是在这个位置接头 之后一起转移至车辆后部 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 死者的面部瘀青 车辆的两处损伤 都是清晰的证据 最后 在这个位置完成了最终的杀人动作 不过很可惜 这个位置的痕迹被清理得很仔细 拿到的线索十分有限 这个位置是现场猪肉 抛洒最集中的区域 留下最密集的野狗的痕迹 也因此是整个现场 痕迹破坏最严重的区域 你在画猪肉抛洒分布图啊 咸阴人沿着这条路 一路抛洒猪肉 那么分析它的行动路线 和最终方向 就可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 这个地方的猪肉竟然也这么密集 这里应该是猪肉抛洒最远的区域 嫌疑人很有可能在这里 洒完全部猪肉 然后上车里 不对 他不是从这上的车 再往前走有摄像头 嫌疑人是想误导我们的判断 原浩 大马死的这个位置 刚好是三个监控冷农区 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嫌疑人不会从天而降 更不会凭空消失 欢迎问 有什么事 智子